女人的名字 她的名字 大家看到桌上很多东西 今天她说的是什么 不知道 你考虑去旅行 或者移居 旅行应该不会了 好了 大家好 大家是否被 新冠肺炎CORONAVIRUS 令到頭部都痛了 又不能出去 最大的影響是 如果真的有些少病痛 不想出去看醫生 那怎麼辦呢? 其實泰國都很先進的 如果你真的不想去看醫生的話 你也可以經過視像 然後再去跟醫生溝通 然後藥都會經過速遞公司 然後就傳給你的 但是譬如說 我今集其實就是想說回 我來泰國的時候 就只是可以在網上看到 泰國的醫療很好啊 各樣東西 但怎樣好啊 系統是怎樣啊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啊 其實我不知道 直至來到之後 其實又經歷了看醫生 接著又經歷了一個手術 又要休息了一年 在那一年裡面 各樣東西就令我認識更加多更加深 但事實上 小市民來說 我們一般傷風感冒 我現在是會選擇 自己去配藥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在香港 我都看開一些家庭醫生的 那知道自己要移居了 那我就當然是整個名單 看看吃開些什麼藥 各樣東西 甚至有時帶來些相片過來啊 有藥名啊 起碼有個相片 雞同鴨說 我都有些東西跟 這樣 你看金桑子 我都帶來過來 那 但原來泰國有得買的 有時自己的顧慮比較多 一開始過來泰國移居那時候 那 之後呢 我就來到泰國發現 咦? 原來泰國自己呢 都做很多藥的 這個是我自己之前沒有想到的 實在現在 我自己去資料搜集 就發現 咦?原來泰國呢 那些藥不差的 它很多東西呢 可能在德國啦 美國啦 加拿大啦 澳洲啦 然後呢 就來泰國這裡做一個合成中心啦 甚至泰國其實是一個基地去研發藥物的 那 是特有一個Mega的牌子啦 那待會我可以展示給大家一些健康產品的藥物 那間公司呢 就直接研發中心在泰國 然後就主要出產它的藥物去東南亞 那樣的 另外我亦都發現呢 原來呢 泰國自己 都有Make in Thailand的藥物啦 那 它現在都有跟 有144間公司呢 是有根據GMP這個藥品 這個藥品 世界藥品製造標準啦 譬如你廠房啊 設備啊 人啊 材料各樣東西 要符合這個GMP的標準 一個國際標準啦 那其實美國很多藥品都會有GMP認證啦 這樣去做的 那讓我覺得 咦 就信心大一點喔 而且呢 我就去過很多不同的藥房啦 因為那時候 一來病啦 二來自己八卦啦 去每一區呢 我都探訪一下它的藥房啦 那我發覺這藥的產品 其實泰國真的很多的喔 而且有時候我在香港吃開一些藥 譬如是美國的 那泰國都有出的喔 自己 而且那個價格啊 便宜很多 那我就嘗試自己做白老鼠吃啦 那加上 剛剛來到泰國那時候 就其實真的沒有遇過的 空氣呢 萬谷真是一般的 那那個粉塵 就是叫人現在戴口罩啦 因為新冠肺炎 那其實很多泰國人都習慣了戴口罩 因為呢 它那些天氣呢 那個粉塵尾粒呢 真是很嚴重 而且我記得好像一百年齡 它沒有了幾多十億的泰豬呢 就是因為那個天氣問題 就是 我們很差啦 我覺得 譬如說天氣灰灰蒙蒙的日子呢 其實它的維持時間呢 是很長的 譬如今年2020年的 即2019年的12月底 到2020年的1月啦 它那個天氣都很差的 遲遲續續到現在 有時候那個天氣都灰灰蒙蒙的 我自己呢 就為什麼看那麼多醫生啊 試那麼多藥呢 其中有一件事呢 就是因為那個氣管敏感啊 那一來天氣一熱一冷啦 家裡喜歡開冷氣啦 出去又熱啦 然後又粉塵啦 那我又不是很喜歡戴口罩啦 之前 那就變了呢 整天會剪掉 那搞好久都搞不好 那初頭就以為 真的剪掉啦 肺有事 所以就試了很多不同的藥 那今集呢 所以就想跟大家share一下 我自己吃過什麼藥 有什麼經驗啦 那就不要說去醫院看醫生先 就從最基本我自己出去配藥開始啦 那希望如果真的有興趣來泰國 一個短處又好長處又好 有時候病的東西還不來的嘛 那希望可以成為大家的一個參考資料啦 那首先說一下啦 我來到泰國那時候啦 因為咳嗽啦 就去那些私家醫院看醫生啦 那我價錢呢 其實都挺貴的 因為呢 我只懂得去康民醫院 那 那 因為溝通到 最重要就是 其實這裡的醫療系統 如果我去普通看醫生不是不行 但是呢 首先要溝通到啦 其實你普通病其實都OK的 但是我沒有試到啦 我就… 你們知道 香港人比較多的啦 我都覺得我是… 會… 會… 多一點的 一來到呢 就… 不知道這個國家 不熟悉了 那我就去私家醫院看醫生 就吃了很多藥的 是啊 那就… 他們的藥很有趣的 康民醫院啦 和沙美太醫院啦 那呢 他們的藥呢 就有個瓶啦 跟著然後有包 這個叫防潮豬在裡面的 那 大大小小不同的藥啦 吃了很多的 那 那跟著呢 我又… 有些人覺得挺好的 吃完之後沒有什麼 好一點 那拿出去配啦 但是原來是配不到的 因為呢 藥房跟我說呢 就是他們… 醫院呢 自己會有些藥 就註冊了 只是在那間醫院 可以配回 可以買的而已 那醫院都拿了他們的專利 那我覺得 都… 挺專業的 我就… 不知道原來有這件事啦 好了 那多一陣子啦 因為天理不好 自己的體質不好 又來咳嗽啦 那我又試過那些 不供丸啦 泰國最出名的那種 不供咳的藥啦 那但對我來說呢 吃完那一刻就OK 一過了藥氣四個小時之後呢 又咳嗽啦 那跟著又試過去 有隻老虎那隻藥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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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尬陀過也 が 發覺便會買這種咳嗽啦 然後就自己閉嘴啊 但是其實亦都很難 因为天氣太熱呢 一定忍不住飲 冷飲啦 芒果又溫味啦 這Part佐得現在 每天都有吃芒果的 無論芒果 糯米飯、芒果、甜品 什麼都吃齊 都是新鮮感 加上這裡的東西又辣又酸 其實很難好 維持了一段時間 接著就入了醫院照肺 治元肺好在沒事 治元肺之後 給你吸氧氧氣 都是康民醫院 你花費多少呢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不如留言給我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 你們有時候想知道些什麼 即是退休 醫療是一個很重要 要知道的東西 那怎樣呢 試完遊客的東西 去完醫院吃完醫生的藥 但遲遲續續 都不太見得好 當然我自己 有缺乏運動 但我又覺得自己有運動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次出街都 身水身汗 總之一天氣差自己就不好 那我就自己 再出去 譬如說去藥房 這裡的藥房 其實門口有個十字 很容易拍的 好像香港的十字藥房 那我就相信那個標籤 那其實我就發現 泰國很有趣的 到處都是藥房的 還有現在呢 我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呢 泰國人的習慣呢 因為工資比較低 他們呢 不會隨便去看醫生 因為看醫生呢 都會是貴的嘛 所以呢 他們呢 就會寧願去藥房配藥 那變成了那些藥房呢 就成行成市 如果那些比較大的藥房 或者十字藥房呢 其實那些藥都很齊的 那我就配了些化痰藥 譬如有些化痰藥 我覺得 啊這個醫院 我上次看醫生挺好的 我現在保持著呢 都會 如果 痰氣啊 那樣東西不清的話 都會隔不止一顆 那樣 而且我發覺泰國的藥 真的很便宜 那我配回香港西的藥 大部分都配到的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複雜的藥 大部分都配到的 那 例如 好像這隻藥 這隻藥呢 我覺得在泰國 是挺好的 那呢 如果你雙風感 沒有初氣呢 那每次一顆 隔四個小時 有一顆 那當然你要看回內容 那我覺得呢 而且很便宜啊 真的好像五元一包 又四顆 就是一天藥五元 那樣 是不是覺得很便宜呢 那而且呢 我現在因為新冠肺炎 免事性的 所以有些什麼 去藥房子中 都有個危險在那裡 那它有些盒的包裝 又有大盒的包裝 很有彈性啊 那因為泰國人的習慣 是喜歡自己配藥啊 還有每次呢 他們都不是說 就是有些配得很誇張 當然 但有些都是小份量的配 他們都習慣了去拆散買這些藥 那我覺得很方便我們這些去試藥的人 有時買四五顆 或者兩三天 那樣 那我覺得很好 那這隻藥可以 呃 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在泰國有傷風感冒呢 不妨拿著那套去買這個藥 這樣可以去試一下 那剛剛說到吃芒果 和香港大藥回來 我例子就是在香港吃開這隻蜜蜜蜜 那一吃海鮮多 芒果多 那那天就要吃一顆了 那當然都會吃光的 那我就去藥房配 這隻呢 我記得好像是 它呢 是印度尼西亞的 那但是香港的西裏 都是開這隻藥給我的 那我就去藥房問 那他就說 那你這隻呢 印度尼西亞他們沒有買的 那這隻是泰國製出的 那名字呢 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看 一模一樣的 而且我試過呢 效力都是一樣的 那 那 這隻又是很便宜的 差不多是 十元左右港幣 但是我在香港 六七十元一盒藥 那樣 希望沒有記錯 有記錯你們可以留言給我看 那呢 問一下問一下 還有自己去試呢 就發覺這隻草本的藥呢 其實泰國有很多草本藥的 那 又多好啊 這隻是無糖的 我記得好像二十五克 就是幾元一瓶而已 但是它就很快一瓶啦 我一 日嵐到 每次一湯匙 日嵐兩日倒一瓶 那 加上我又不是很準時吃藥 那 但是這隻是ok的 我覺得 始終我是不斷尾啦 那 自己又繼續試了 又試過這隻了 那 那這隻呢 我覺得它有些少糖漿 雖然它說沒有糖 那 有些少糖漿 那 但是我又覺得 這隻就一般的 我就覺得對我們來說 效用不大 但是藥房呢 很多時候都有這隻的 那這隻我就是Tesco的超市買的 先喝水 哦 我來到泰國 發現泰國 原來很多貝麻 這隻在香港比你大 是不是很傻呢 不要緊 自己喜歡 ok 好 那 最後啦 近來我就發覺這隻藥好 真人好 那好在哪呢 對我來說呢 因為我現在呢 後期是變了寒咳了 是晚上才咳 那晚上有時一開冷氣床 總之一躺下就會咳 那我就試了這隻藥 我覺得是很好 還有這隻藥呢 好好的東西就是它呢 脫痰很快 然後呢 它還寫明呢 腎虛 腎虛咳 我想我是有點腎虛 因為上了年紀了嘛 即到某個年齡的人就開始 腎氣不足了 然後就消淡咳 它有中文 裡面就很簡單的 這個呢 就沒有GMP認證的 說真的 它就是泰國的藥來的 那你呢 開呢 但是它也有個貼紙 去封住口 那 紙質當然是 要求不要那麼高了 那裡面連說明書都沒有的 它說明書大部分泰國的藥呢 就印在盒子那裡了 那跟著就一瓶藥這樣 那藥的貼紙都貼到歪來歪斜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呢 那個瓶呢 就玻璃瓶來的 我覺得都OK啦 就是看一下你個人 接受範圍的程度如何 我就什麼鬼都試 那我就覺得最後這隻藥呢 是幫了我很多 一半啦 一大半啦 那加上呢 你知道啦 這個YouTube的活動教學很厲害 我現在呢 就在吃著另外兩種藥的 那呢 就因為看一下 顧小培博士 香港顧小培博士的推介 就說人而咳 皮膚不好啊 烤喘啊 各樣東西呢 其實跟你的體質有關 顧小培博士是一個免疫學的專家 那呢 我就這樣的 我就聽她說呢 買了一個Beta-Guten 將IL-1的細胞增加 然後買了一個 叫螺旋組啊 螺旋組啊 螺旋組啊 在想什麼 對 螺旋組的東西啦 那就100%的 這個是完全泰國製造 很便宜 220克 就是我這裡的藥房 外面不知道啦 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呢 就490克 然後呢 這兩種就當是吃免疫系統的東西啦 那我就 覺得OK啊 吃完那個鼻敏感呢 我第二天呢 應該第三天 就應該有反應好一點了 已經 接著隔了兩個小時呢 就吃了這個 這個 泰國的咳藥 那我就覺得 現在真的 補了九成 這樣啦 那這個是我在泰國吃藥的經驗啦 我 但是這段影片 不是鼓勵大家跟我 去買藥啊 去 去做些什麼啊 那樣 我也都不是賣廣告啦 那但是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這樣的態度 在泰國生活的 某程度上 即如果你不 不試啊 有些東西 或者你去藥房 其實都可以聞的 因為藥房呢 他的藥劑師呢 英文都OK的 是的 那如果英文OK之外 他甚至有些藥 他會推介 那看你買不買 那我有個經驗就是 多數推介的藥都是很貴的 所以呢 就最好 就是你有個開放的態度去聽啦 跟著他推介完之後 再問他有沒有些可以便宜一點 所以唯有貴呢 就是他的入口藥呢 他真的很貴 他真的假的 我想他貴香港 3至40%的 有些 是的 那我當然不知道全部的藥 那但是我會問他有沒有 操控制造的 有沒有類似的東西的 我都願意試一下泰國的藥 因為有時候他們都可能知道 你不是泰國人 可能你會對泰國的藥的標準 不認識 然後就不接受 因為其實泰國的市民 很多都不是很明白 泰國的藥劑標準 因為他們很少宣傳 但有一件事就是 我搜集到的資料呢 就是他們呢 泰國做的藥 我看過Research 他們真的會去嚴討 他們以往可能有段 我猜啦 有段日子可能很窗截 都未定解藥 所以現在針對性很高 而且泰國的藥 他們花了很多錢去研發去研究 為什麼呢 他們為什麼變成一個 好像測試中心一樣 因為愛滋病 這件事在泰國 在泰國死亡率很高 大家知道什麼事 泰國某程度上是什麼國家 所以他們為了去克服這件事 也投資了很多益泰豬 去找愛滋病的藥 所以他們的藥 我覺得某程度上是因為文化 歷史各樣東西 要令到他們會改善 還有現在他們發覺 泰國的藥 原來都很多國家會接受的 他們都有某程度上 出口某些東南華地方 但是不是全部藥 出口了 當然要其他國家 比如緬甸 越南 老窩這些 其實都有入泰國的藥 那香港我想就是 入美國 加拿大 澳洲藥 那樣東西 說真的認證可能好些 我不是專家 沒得比較 但實在我自己試泰國的藥 我真的覺得不太差 而且泰國的政策 是他們希望藥的標準是高 但售價一定要低 因為始終是為平民百姓 知道平民百姓負擔不起 那我覺得他這個很為人民的政策 我很欣賞 那這段影片就先說到這裡 那希望大家有個 對泰國藥品的概念 如果大家真的對泰國的醫療 藥物各樣東西有興趣 不妨留言給我 我就可以再分享多些 分享多些 那有些什麼再談 拜拜 我敖葱 把 worrying 會不會 不然 我們要不要 我敖酒 那我敖酒 你不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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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用